同学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的解锁课 那在这边我要跟各位分享 在你的绘画路上 当你沮丧难过的时候 那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 然后我们人生的历程 遭遇的事情也都不一样 那我在这里能够想到的 就是跟各位分享 我自己在学习绘画的这一条路上 我自己经历到的各种酸甜苦辣 当然一个人在成功的时候 其实没有什么值得参考的地方 我认为只有在一个人失败的时候 在挫折的时候 并且他重新站起来的时候 才是最值得分享的地方 所以我今天跟各位聊的呢 也是着重在我生命中的这些时间点 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OK 我有写小抄 那我想从我最早的时候开始说 就是我是一个在嘉义出生的小孩 就是绿豆嘉义人嘛 嘉义 那事实上在我的家乡是完全没有任何学艺术的这种气息的 虽然我们都知道陈城坡是嘉义人嘛 但是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也许是家庭背景吧 我家是从商的 那我爷爷很厉害他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自己成立了三间这么很大间的百货公司 你可以想象成是现在的全联 这种大型的全联的超商 然后我也独自在嘉义成立了两间到三间 这么大的超商 然后里面有卖各种的蔬果啊 苹果 斯乐宾 还有大家可以去那边用餐的一个自助餐餐厅 那我小时候其实过得相当游温的 所以我放学回家我就会在我家的百货公司里面到处逛 然后我用手去戳那个苹果包装好的保鲜膜 然后他们把苹果包装好要卖嘛 我就用手去戳一个洞 然后一排这样的苹果全部戳过去 然后我会去 然后接着我就走去 自助餐区 我就拿起一根鸡腿在那边啃 然后我去斯乐宾那边 倒了一大杯的斯乐宾 开始喝 然后鸡腿啃了一口 我可能就丢了 斯乐宾喝了一口我也丢了 我小时候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一直到我国小三年级 我的老师走过来跟我说 诶 罗展鹏你妈妈在外面找你 我才很惊讶地说 蛤 妈妈 我有妈妈 然后我就走到操场上去 一个女人就站在那边 她蹲下来 然后把我抱住 然后哭着跟我说她是我妈妈 在嘉义这样子的地方 当你谈到你喜欢画图 你想要作为一个画家的时候 是会被骂的 至少在我家是这样子 然后我听到 我爷爷奶奶那边传来一个 一些很大的争执声 我就在问 我就很大的争执声 我就很好奇 但是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就偷偷地走到门口 原来我妈妈在里面 那你要知道 我妈妈是一个 从这个男生这边的家 离婚的女人 并且呢 在嘉义这个地方 我妈妈是外省人 我爸爸这边是本省人 所以在那个时代 以及嘉义这样的地方 基本上他们这种族群的关系 是水火不容的 那更何况 她又是从本省人的家庭 离开的一个外省女人 可是你知道 我看到很震惊的是什么吗 我看到很震惊的是 我的妈妈 她面对着我全部的家族 就是我爸爸这边的兄弟姐妹 当然还有我爷爷奶奶 就是一个大家族的概念 他在跟他们争执说 应该要让我离开这里 去台北念书 他那时候住桃园 所以我们当然是先到桃园去 但是他的意思是说 展鹏是一个 喜欢化读的人 你应该要让他 全心全意地投入在绘画当中 而不是强迫他做他不喜欢的事情 然后我当下就看到 我爸爸的兄弟姐妹 每一个人都在骂他 骂我妈妈 我奶奶也在骂我妈妈 说你想把展鹏从我们这边抢走 是不是 我爷爷没有讲话 他就听我妈妈说 这个事情我躲在窗外看 我其实冲击很大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在整个家族里面 支持我画图的只有我妈妈 在嘉义 你在那个时代 你想要做一个画家 你讲出来是会被痛骂一顿的 那在所有的人都 一口同声地 骂我妈妈的时候呢 我妈妈妈就跪下来 他面对着把 把他 赶他出这个家族的 这一个家族呢 面对着他们 跪下来面对着他们说 请你一定要让 展鹏去学画画 而且要到北部去 十几台电脑 然后都已经报废了 可是他从来不丢 就这样叠起来 然后 当然不要说他的书 他的 各种衣柜 然后人生中 所有他穿过的衣服 就是全部就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像石荒课那样子 就是整个家 全部都是这些杂物 你完全不能想象 在这个地方 你是有办法 让你的心是安静下来的 因为你眼睛看到 就是一团混乱 就是疯狂 这是他 一个怪的一点 另外他的个性 也真的超级古怪 我有一个事情 我到现在永远都 没有办法忘记 我的热水忽然就变冷了 我再洗到一半 刚洗不久已经 然后等到我洗完 然后全身哆嗦出去以后 我才知道说 他觉得我们人太多了 那他觉得我们家人太多了 热水瓦斯消耗的太多了 所以他把我的瓦斯给关了 我要讲的是说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 所以这个 在这个阶段 其实是我过过最痛苦的一个阶段 但是 我就是所有的精神都放在绘画上面 所以我对我来说 那个时候我期待的事情就是 我下一张要画什么 我该做什么 该怎么画 好 然后 接着到我进了美术系 来到台北 阳明山的文化大学美术系 我记得我们课里面 好像有一些 我的学弟学妹吧 对不对 也许你会觉得说 我高中 疯狂的画画 我应该在还没有进大学之前就非常厉害了吧 其实也不是 你必须承认 在绘画的教育上 台北的确是 在各方面的资源都比在外县市的好 非常多 所以当我进到大学以后 因为我当然在桃园的时候 我会觉得画得还不错 但当我进到大学 我看到我班上有复习美工毕业的学生 然后我看到他的画的时候 我其实有很大的挫折 就 哇 原来 还可以画成这样子 而且他甚至才跟我童年 所以 全部的人都很清楚明白 包括我们自己都很清楚明白 这是一个被放逐的地方 你就待在身上 没有人会管你做什么 没有人会在乎你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如果是我的学弟妹 你们应该非常懂这种感觉 所以我在 文大过的生活 其实是非常漫无目的的 非常 没有目标的 可是 可是 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自己给了我自己很多的目标 好 现在 我已经离开高中了 所以 我现在有能力 我现在有能力自己开始赚点钱了 因为就像我说的吧 我们 买材料需要钱 买画布 我开始画油画了 消耗更大了 然后我开始尝试着送比赛 因为我想要透过比赛来赚更多的钱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怎么赚钱呢 除了去打工之外 我的确也干过一些打工 但是 我认为他消耗太多时间了 我做过 在士林夜市的有一间咖啡厅 在地下当 煮 做菜的人 但是他实在消耗我太多时间了 如果我要画土 我知道 这是不可能 一直做下去的 因为他会占用到你所有的 最精华 最宝贵的时间 然后去换取 那一个月 一点点钱 的收入 可是我知道 我如果陷入 可是我知道 如果我陷入这样的状况 我就晚了 因为现在就是 那个阶段 那个时候就是我 最重要 要累积自己实力的时间 你知道你在街上画人像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子保持 你的人是一直远远不绝地来吗 有一个很简单的秘诀 就是你要先免费地帮第一个人画 当我坐到那边 当我今天来到西门町 然后我坐在那边 然后我把我的 你们在淡水街头都可以画 看到那种画人像 有一个 有一个 那个 保力龙板嘛 然后上面可能贴了很多纸 那些纸就是你画的东西 当我把这些全部摊开来以后 没有人敢过来 诀窍就是你要先免费帮一个人画 最好是女生 然后你把她画得很可爱 你先免费帮一个人画 周围就会有人围过来 然后你跟对方聊天 全部的人都会看 然后 接着你的客人就一直接下来了 这是我学到一个最大的诀窍 在这个阶段 你还不够有实力的时候 你必须要 要做这种事情 这么多事情 来换取你越来越有实力的可能性 同时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以后 你还要再花大量的时间 去累积你的实力 所以 这真的是很困难很困难 但是 偏偏很有意思的就是 你在那个时候的时间跟精力是最多的 你可以 花费大量的精力 当你已经累的 累的 当你工作一整天 然后你已经非常疲惫的时候 你还有精力再去画画 所以 那个就是我那个时候的生活 我可能去了学校 然后我下课就冲去教画画 然后回到家 八九点 不对 十点十一点 然后我再画到凌晨 三四点四五点 然后睡觉 开始要跳课 然后还是去学校 有时候 我的确是经历过 一种很深的绝望感 在那个时候 我那时候住在公导 因为我太穷了 我隔壁房 我们其实是一个房间 只是那个房东用一片木板隔起来 那个木板有多薄 大概就是三公分 一点五公分的保木板 而且那个房东 还没有全部封起来 假设是天花板 那木板就封到这边 所以我们中间是有一个 互相连接的空间的 然后我隔壁的工人 他是半夜会在那边喝whisbee 然后会疯狂的咳嗽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然后那个环境超级小 大概就两三瓶 两瓶吧 把一张床跟一张书桌 跟一个冰箱 就几乎没有了 然后我在那边画画 我的确常常有时候 特别是 我那时候参加很大量的比赛 可是你知道我们那时候的比赛 是多么糟糕的极致吗 你画完一张画 他强迫你一定要表框 他规定你要表框 所以我又把这张画 拿去表了一个几千块的框 然后你要寄过去 你要叫货车寄过去 又是几千块 然后当你的东西寄到 没得奖寄回来以后 你发现你的框已经被撞了 撞得七零八落了 有好几处凹痕伤痕 然后你为了下一次要 比赛要有好的观感 你又不能把这个框 再拿去送下一张比赛 你知道把那几千块 全部丢到水沟里 然后那几千块 可能我要工作 好几个礼拜才存得下来 所以我的确就是 有几世就在 我住的那个地方 画到一半就哭起来了 当然钱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想要讲的只是说 我真的累积了不少的奖金 那个时候 然后我能够去巴黎 看罗浮宫去参观 去学习 还有我能够去 那一次去北京看 在我大学的时候 我是自己一个人花钱 去这些地方 都是这些奖金的关系 所以我才有可能 投资在自己身上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好像觉得你可以过 因为你 因为你可以 你面对到任何事情 都无法阻止你 再去画下一张画 因为我满脑子想的 就是我下一张画要干什么 我下一张画要干什么 从这个问题开始 就引导我画了这件创作 我认为的第一个创作 结果也还不错 我把它拿去送了高雄奖 然后也得了第一名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奖项 而且它这个比赛 其实更接近一种创作的比赛 等于是它的level比较高的 然后之后我也不太参加比赛了 一个你抱着理想跟热情 要来成为一个艺术家的年轻人 然后你进入了一个商业艺术的世界 艺术的商业世界 你真的就是小白兔 这个地方 它是会把你吃连骨头都不剩的 所以我想这可能是 各位最值得一听的这个阶段 事实上你问我呢 我也不觉得 我那一次 我也不觉得我那一次 有能力可以走过了 因为我今天来到的一个地方 我那一次 我来到的地方 已经不是 关卡我以前那种做法 就是努力 然后不眠不休 然后燃烧生命 可以突破的关卡了 它没有办法 陪伴我 走到下一个 我想要去的阶段 世界的艺术 的殿堂 我如果要前往世界艺术的殿堂 虽然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样子的世界 但是我知道没有作品 我就不可能到那边去 我认为当我们回到创作上来说 它其实是两件事情 或者说它是同一件事情 而是 你越重新拾起你自己真正的样子的时候 你越接近那个艺术的殿堂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 我在那段时间 我想明白了这件事情 其实台湾是一个很极醒的地方 我们说艺术 我们永远担心我们跟不上世界 我们永远担心这个世界 现在最流行的东西 我们台湾没有 所以我们眼睛永远在追这些最新的 仿佛 你跟得上世界的东西 可是事实上 太多人没有发现 他们因此这样子被玩弄在鼓掌之间 他们永远无法 握着自己的命运 然后有时候某一张画 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要画它 可是你画完它 你会看到下一条 你要前往的路 其实说到头来 我都是一个 只能够用绘画 引领自己前进的那种人 讲到这边我也 好我们也快要讲一个小时了 讲到这边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有告诉你什么方法 可以在你最沮丧困难的时候呢 给你走下去的道路 但是 我觉得 让自己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珍惜来帮助你的人 然后也诚实地面对自己 然后 专注在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可是也 不要忘记你的目标 至少我是这样子做的 所以 OK 我希望这段话呢 有帮助到大家 然后 这是我自己的一点 小小的分享 谢谢你们参与我的课程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